虎扑12月28日迅据北京青年报报道 国族主帅李铁已经做好了2021年度的备战计划 针对可能出现的变化 准备具体的方案 除非客观因素不可抗力 中国族协绝对不会轻易放弃国族主场优势 相关报道称 中国族协主席陈虚源于26日抵达海口 而几乎同期抵达这里的还有协会国管部负责人 其各国字号球队管理团队成员以及国族主帅李铁 据了解 国家男族 国家U21男族 国家U19男族 国家U16男族的主帅或领队 分别代表各队向中国族协主席陈虚源及协会国管部负责人 汇报了各队下一年度备战的大致计划 陈虚源此次海口执行目的主要有两个 一是探望正在海口集聚的U21国清队以及U19国清队 向他们致以新年祝福 二是召集男族博四号队伍教练组进行年度工作小节 因此 陪同他一起赴海口的人员中还包括 男族国家队管理部部长陈永亮副部长张鹤 男族国家队主教练李铁 男族U16国少队领队邵加一以及国家队管理部学大多数工作人员 按照中国族协领导层分工 陈虚源只管各级男族国家队 二十七日上午 陈虚源召集四支国四号球队主教练或领队到开专题工作会议 听许四支球队本年度工作小节及明年各队备战安排 由于U16男族主教练 西班牙人安东尼奥应已回西班牙休假 因此代表该队汇报工作的是领队邵加一 在四支国四号球队中 国家男族的备战工作相对更为紧迫 任务也更为重大 因此也备受中国族协高层重视 受疫情影响 国族青年仅组织了四期集训 为做好四十强赛后半程的备战工作 李铁已拟定了男族2021年度的备战计划 而且针对可能逐渐的变化 都有具体的方案 如果四十强赛能够按照亚族联的计划 在明年三月和六月分别展开两轮比赛 有详细的计划 如果明年三月份受疫情影响无法进行 那么比赛就有可能集中在六月进行 赛事也将采用赛会制 说到赛会制 比赛赛的安排是依旧显得非常重要 从此前各方反映的情况来看 即便四十强赛后半程采用这一赛制 那么原本拥有三主一克条件的中国队 自然不会轻易放弃主场优势 那么中国族协议会力争将比赛安排在国内进行 当然 此类计划落实的前提是 比赛安排必须严格满足国内防疫规定